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人机阁 庞泽川 在风水中水是很重要的 在过去水指的是河流 但是现在城市中不可能有很多的河流 一般我们也可以把马路为河 也可以作为水 马路也是一样的 以高的方向为来水方 低来的方向为去水方 门前的水在家居风水中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 扫把水 它是一个不好的格局 风水中把水或河流来的方向叫做天门 把河流去的方向叫做地户 风水上想要就要开天门 避地户 就是说天门来水我们要宽 这个地户去水要宽 要缩水 也就是说来水的方向我们可以有 众多的河流在你的风水局附近 慢慢的汇聚而成 一个比较大的水 绝对不能是有一条大的水口 通过你的宽子后分散成 众多的水流离去 我们就把这种水叫做扫把水 因为它像一个扫把的形状 我们给大家画一个图 可能会好明白一点 这个就是扫把水的一个形状 这是我们的宽子 这是我们的大门 这个是来水方 这边是去水方 它的来水方是一条河流这样来 去水方是有三条河流分散去水 它形成了一个像我们家里用的扫把的形状 我们把它称为扫把水 那我们的宽子犯了这种不好的风水 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在风水当中常常会说 水啊 它主财 主要是要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 财运不讲 无法聚财 我们仔细看一下水 它的来水少 去水多 就是说你赚的少 出的多 容易出现这种贫寒之人 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很有钱 如果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住的话 你的钱啊 迟早 有一天会败光 水 同时也代表我们男人的 妻子 女人 所以啊 对常住这种环境中的男人啊 是容易出现 婚姻不顺的一个信息 搞不好哪天妻子 就会离你而去了啊 但是如果这个水啊 是 这边来水 这边去水 反方上 那么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哈 那就是 多条河流来的水 在你家门口聚集成 一条河 就是一个好的风水格局 大家呢 要明白哈 什么是 扫把水 扫把水啊 主要是不聚财 不影响感情 好 今天就为大家找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